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达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是 世界时事多合一第1宗新闻 这个共和党 芒果老师说的,誓死度相除 窮追猛打什么事呢 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他就与媒体说 对拜登家族的调查 要上升到 弹劾调查的水平 这么厉害 一说到弹劾你就知道 这个都属于一个大招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说 他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 对拜登 即是作为总统 和他的家庭海外商业活动调查 应该要上升到 弹劾调查的水平才够 他接受 访问时就说 拜登曾经表示自己 从未和儿子亨特 是说过海外商业活动的事 但是 也没有收受过任何的 虎行 但是 他就说我们共和党人能够证明 这些都不是 真的 拜登讲解话 但是 是否你真的有 证明先到时 你又拿些九流流的东西 他说什么呢 原来他收到人举报 他就说 有两名来自 国税局的举报人士 就向他举报 他们就说 检察官对 亨特仔犯罪的调查 进展太过缓慢 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调查发现 他自己查 但是你没有第三方 是吧 当然你知道两党政治肯定 都想坐下对家 有几百万外国资金通过空壳公司 转向拜登家人和同事 麦卡锡也说 我们只是到了讯息引导我们要去的地方 但是 现在 应该是要上升到 弹劾调查的水平 他刚才说的很有 语言艺术的味道 到了讯息引导我们要去的地方 那些信息是 真实证据 坚定流 没错你说的没法说 印导我们要去的地方 印导我们要去的地方 可能有些流的感觉 他就没有说得那么确实 或者 是你们自己调查 是吧 亦赋予了国会最大的 权力 以获取 其他需要的述释 拜登 将政府 武器化令到他的 家庭受益 并且否认国会的 监督权 因为之前很多东西 想查都查不到 记得那宗 国会 发现了某些违禁品 他说 那宗他们很不够 拜登 主政的时候 出现了这些违禁品 在白宫 但是 不够证据就是不够 查不到就是查不到 没得说的 这个可能 言下之意 你又说不了 谈查人员失职 又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可能留下的证据 太过不足 会不会提升到 弹劾调查水平 这个层次 他就觉得 可能会 大一点 会压多些讯息出来 或者 会不会多些资料出来 最主要是看你的证据去到哪里 现在看你的口气 好像有些保留 好像有些保留 你想搞 拜登两父子 这个是谁人都知道的 谁人都知道的 你的资料 好像 不是很足够的 说明我们不是帮租老头 租老头 也是麻烦人 你听这位 麦卡锡说 刚才说 这个信息引渡我们去的地方 是吗 对 这么无信心的 说明他要监理他的手 别人给他一些资料 我们去到那里 但是 是不是你也觉得 那些资料 不是实牙实耻 所以说得这么 这么圆妙 你看看 这个亲 亲右派 纽约邮报 不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就是自由派的阵地 相信都可以这样 纽约邮报就说 在华盛顿邮报 就叫做 阿契尔 预计将会在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即将举行的听证会上 就会是讲述 亨特仔 在同外国 商业伙伴的会议上 其实 另事任美国副总统的 拜登是有参与其中的 因为拜登就说 没有参与过他儿子的那些 他 可能就找过这样的人出来指证 拜登有 他是有的 另外 24号 晚上 其实白宫发言 上皮 皮埃尔 对上述的爆料进行回应 他就说 拜登总统坚持他的说法 即是 他引述拜登 他也是聪明的 以免是 拿起上身 这些人聪明 做发言人 当然会转一转弯 拜登总统坚持他的说法 即是从来没有参与过 亨特拜登 讨论过关于国际 商业交易的任何 议题 我相信最后应该是上不到坦克的层次 因为 手头上的证据比较薄弱 我觉得他手头上的证据有点像郭文贵流出来的那些 我们再讲一次 我们再谈一遍 我们再谈一个拜登 我们再谈一个 这位麦卡锡说的事 大概推敲到 不太实用 不够硬 但是你不用担心 拜登 好像没关系 而且 拜登 还是 升遷一位仁兄 这位仁兄乙撇鸡 就是原来根据白宫网站声明 拜登已经邀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欣斯 担任他的内阁成员 即是有得升遷 早前白欣斯也说过 其实他也受过很多挫败 拜登通过白宫网站发表声明 他已经邀请美国中央情报局 即是CIA的头 William Burns 是担任他的内阁成员 当然CIA是隶属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即是DNI核下的 属于美国情报体系一个部门 白欣斯将 我觉得相信是会的 应该是会做的 拜登就将白欣斯的职位提升到内阁成员的级别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 不单是给他新的一些肯定和权力 亦证明了他对情报很紧张 不过亦都突显了白欣斯政府在拜登政府当中的影响力 CIA是美国情报部门中 最初预测到可能会发生俄乌战争机构之一 所以美国的报纸 《华盛顿邮报》就说 这就是一次CIA的盛起 也反映出 其实白欣斯以前做过资深外交官 做过资深外交官的白欣斯 在执行拜登政府外交决策方面发挥 核心作用 以及 他在对俄接触方面的关键作用 其实白欣斯都蛮守得秘密的 可能他一定会守秘密 做什么部门的 不守得秘密 有专家就认为白欣斯被视为 在俄罗斯和中国问题上 为美国国家安全 决策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情报部门的官员 他曾经多次秘密访问 乌克兰和沙地拉巴 他也是个中国 这个是秘密的 是回来才说 后来有公开 白欣斯 亦被拜登赞他 在白欣斯领导之下 CIA 以一种清晰长期的方式 应对美国面临的主要国家安全挑战 包括 俄乎战争 以及中美之间负责任的竞争 他用竞争 当然中美未到战争 但有些人就说 必须有一战 我就觉得 我暂时未看到这个趋势 现在如果你委任 白欣斯 情报部门 进去做 内阁成员 会不会有人说他是特务国家 对啊 对啊 西方很喜欢这样的 对啊 没错 拜登赞扬白欣斯 就说白欣斯一直给他 清晰和直接的分析 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安全和保障 这个废话 难道不考虑吗 也反映了CIA 藉着现在关键时刻在美国国家 安全抉择当中 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的 现在白欣斯将 与美国国务卿 国防部长 和 其他密切合作的国家情报总监 一起参加内閣会议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凯恩斯 之后 亦发了 份声明是赞白欣斯 就说白欣斯是专业 知识 经验 才能 和智慧 集于一身 白欣斯预计不会 是 承担任何决策方面的责任 不过 在俄乌战争 当中 CIA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 确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总统 改变内閣 代表机构 其实都很常见 其实 这个白欣斯 被人印象 老实说他被人印象都是不多出声 这会不会是好事呢 当然做CIA 难道是 好像扎尼斯基那样 当然不行 说真的 我觉得他 都是关键人物 在拜登政府这一届也是很关键人物 好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讲下俄罗斯 我不知道其他主持会详细讲 我们稍微讲一讲 原来 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 表示 一架俄罗斯战斗机 在23日 当然现在才公布 在敘利亚上空飞行时 危险接近一架美国无人机 并且向美国无人机发动攻势 向占名弹 报道亦说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 发表声明 一枚俄罗斯占名弹 你知道其实美俄之间在敘利亚都经常有冲突 我相信 之后可能有些事件都会发生 实际上 敘利亚一直跟俄罗斯站得很近 敘利亚亦都承认了努金斯克和顿利亚 很少国家是承认的 还有金仔 金仔亦有承认的 我相信 这件事件 不会是一件 之后 不过你说真真正正 两个国家的空军会对壘 这样未必 这样未必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有条线的 如果过了那条线的话 对于两个国家来说 他们都知道后果是严重的 好 这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挺好笑 这个就是来自India 我们知道印度的贪腐问题 其实都是 都被很多 人士去救病的 印度 有一位 官员 他在收 就被警方到正一正 为了 毁灭证据 他就直接 把多张钱 放入嘴里 嘴着收钱 哈哈哈哈 其实这位官员 为了我们 大马呢 大马这边 就是 广东话 属语 有一些 会跟香港的不一样 通常 叫贪污 这里是叫 吃钱 但是这位印度 你真是 吃肚子 吃肚子 大马的吸管是叫水草 是吗 是 叫水草 水草 那么说 这位 来自中 中央帮的 叫阿星 新格 他在 开口开舌 你大事了 被人家告发 他在杀 是 五千奴 五千奴 大概就是 都很少钱 就是 几个水 港元 之后 就被当事人告发 在当地一个警察小组 就要将他 当场捉获 准备 拉他时 立即 他张开他的嘴巴 将 收到的钱 全部塞进嘴里 吃了他 真的吃钱 幸好收五千元 五千几元 如果是 百万元 就有牌子 一名警员打开 升哥的嘴巴 希望收回 取回一些证物 升哥就 撕撕警员的手指 升哥就被送到医院 警察要求他把钞票 吐出来 不是 以前的吐 是动作上的吐 但是升哥 就把钞票吞了 在接受 体检后 工作人员 表示一切正常的 阿星没有事 医护人员最终 只是找到一些 钞票的碎片 目前 其实当地警方 已经为 升哥 受益 立案 现在调查当中 挺好笑的 真是吃钱 真是吃钱 不是说笑 真是吃钱 说回印度 印度今年都属于威威的 这个都是现实 原来 昨天 IMF 就上调了印度的 GDP增长的 预期 预期是 6.1% 其实 上调这个 预测之后 亦是增加了全球市场 对印度有望成为今年 全球 经济增长最快的 地方是增加信心的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就说 这个上调 是受到去年第四季度 印度国内 投资强劲 增加 的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于印度 2014年 GDP增长 6.3% 的预测是维持不变的 目前 印度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 根据他们的 预测 很厉害 他们只能自己预测 自己预测 还有些机构也预测 27年就会超过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德国 29年 就会 超过日本 就成为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这个 国际投行高盛甚至大胆预测 2075年是47 是75年 印度更加可以超过美国 是排第二 他们75年就预计中国排第一 记得当时台湾说 我们排第二 如果是台米 这个好笑 走开啦 一輩子在这里撕吃 没有人问你 你跑出来 冲出来干什么 关于什么事 其实印度的 不安因素就是 他的官僚系统 一家床店屋 我们也说过 还有印度 原来 刚刚 他们的 曼尼 普尔邦 骚乱持续 印度反对党联盟 就对政府 提出 不信任动 当然 这件事就比较困难 原来 由26个政党组成的 大型反对党联盟 就叫 听着这个名字 india 就是印第 昨天 就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 反对政府贪污 结果这个食钱 都是其中一个 都是一个佐证 不过在印度来说 我觉得是小事 其实普遍 反对党联盟 就要求 总理莫迪 在印度下议院 对于 曼尼普尔邦 的骚乱引发的局势 要发表讲话 其实印度反对党 议会领袖 乔道理 已经说 这个不信任动议 的通知 已经在党办公室准备好了 并且 就会送 到去 印度下议院秘书长办公室 其实送到了 现在 另外 印度各大党主席 哈尔热 亦都在 社交媒体上 推特上就说 要求印度领导层 就是叫莫迪 对于 曼尼 普尔邦的问题 作出个明确答案 可能他说 我怎么给你答案 我都做不到 真是没有人报 外界 原来这个邦 83天骚乱 到现在还没衰退 要求印度总理 在会议上作出全面声明 很可怕的故事 现在在印度慢慢流传 反对党在 曼尼 普尔邦的问题 就要求莫迪 回应 起码给我们对策 现在你想怎样 当然 这件事是为什么 记得两名女子被逼游街示众 记得那件事 那件事 其实全世界都很愤怒 更加使得西方显摘 所以 经常说中国 这些事 我没听过有发生这些事 因为你知道他们对于 女子的那种态度 大家知道 如果单身的女子 夜晚 有些人说去偏远 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 都要十分小心 所以现在印度其实 有些动荡 有些动荡 因为他们的 特殊 我都说过 每个帮的实力很强 他们 是 几百年 某些人 某些家族都是控制着某些帮 是指 有些叫周 周不是那些帮派 好像周那样 一个个的帮 我指 帮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感谢观看